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醫治乳癌是一種混合治療 所以要配合做手術 化療 放射治療 賀爾蒙治療 或者標靶治療 一般來說 如果是早期的乳癌 我們會先做手術 然後配合賀爾蒙治療 化療 或者放射治療 由於梁女士確診時是第三期的乳癌 即是比較嚴重的乳癌 如果首先做手術的話 傳乳撤除的機會非常之高 以及可能需要淋巴撤除比較大範圍 做完手術之後 亦都要配合做化療 其他荷爾蒙治療去醫治 所以現時醫療的趨勢 先做一些術前化療 即是手術前先下化療 希望將腫瘤可以控制得更加好 將腫瘤範圍縮小 使做手術更加容易把腫瘤切除 增加局部控制的機會 這些術前先做手術的就叫做術前附作化療 一般來說 早期的乳癌 即是第一期的乳癌 多數會先做手術 如果是第二期與第三期的乳癌 病人就可以選擇一個術前化療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早些控制到 真的有些微抗散的乳癌細胞 第二就是將手術的範圍減低 使全乳癌撤除的機會減少 當然不是每一個乳癌的病人 做術前化療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主要來說有兩種的乳癌病人 術前化療的腫瘤效果會非常好 第一就是一些三陰性的乳癌病人 第二就是一些虛异型的乳癌病人 這兩類乳癌病人 相對比起賀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病人 對於術前化療的反應是更加理想的 術前化療一般來說 和術後化療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 主要我們用的什麼藥物的療程 多少個星期用一針藥 就要視乎腫瘤的特性而定 舉例來說如果腫瘤分裂得很快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叫做密集性的化療 即是每兩個星期我們會下一針 或者有些虛异型的腫瘤 我們就要配合化療和標擺治療一齊 那療程基本上我們會針對那種藥 那種病用最好的藥去針對它 唯一的分別就是因為腫瘤未做手術切割 所以我們在化療期間 我們一定要看清楚腫瘤對於藥物的認受性是否好 如果腫瘤反應得不好的話 我們有機會選擇用另一個化療去醫治病人 一般來說乳癌的病人對於術前化療 有九成都有良好的反應 至於腫瘤可以縮小成點 也要視乎個人用藥後才可以評估到 另外一樣如果乳癌影響了皮膚 皮膚亦都需要切割 所以如果這個情況下 保存乳防手術的機會就比較少 如果皮膚本身沒有被腫瘤影響到 而譬如我們用完一隻化療之後 腫瘤縮小的程度 未可以讓我們達到保存乳防手術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可以多用另一種化療藥 再做幾次術前化療 看看腫瘤能否順一步縮小 才可以達到保存乳防撤除手術的目的 一般來說我們需不需要再做術後化療 如果我們所有有用的化療藥 在術前化療已經用了 基本上如果那個腫瘤控制得不太好 即是我們所有有用的化療藥 在術前化療已經用了 如果我們所有有用的化療藥 在術前化療已經用了 基本上如果那個腫瘤控制得不太好 即是我們割出來還有很多癌細胞症 一般來說我們都不會再做術後化療 除了術後化療之外 其他的輔助治療 例如放射治療 賀爾蒙治療和標靶治療 可能都要繼續做 一般來說如果做得術前化療的病人 他都會第二至三期 所以放射治療多數都要繼續做 如果這個荷爾蒙受體是陽性的話 亦都要有些術後的荷爾蒙治療 如果是虛耳型的病人的話 亦都要有一個持續的標靶治療 做多一年才完結